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Channel 成立這個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這次賽日是星期六,不是星期日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但是開跑時間的個人也沒有變 只是跑1點而已 那不用的跑道,這次就會是私跑道 還有大部分的場次都比較偏14米以上多 這次都比較特別 但是報名馬其實也有很多場都足 再加上馬的實力都挺平均的 所以星期六應該都挺緊湊的 可能未必是賠儡上可能會被吸引 真的有機會比較多些難門票 那我講回星期三那天 我衰咯 我不選填泰安 長長都有填泰安 我買了那幾關 一谷鬼氣 浴城精彩就 那天 那天的跑道真的不太禁止 在外面醉 應該有 不然沒理由 浴城精彩會輸給 那隻 我忘記是什麼 大木科同名 孤狼精彩 遇到他 但是心想的事情也是那句 你沒可能 你也想不到 他真的 還可以這樣 一支箭走去 沒有人理他 被他放到回來 那另外相反 雀翹飛道那場 就 我剛剛早日膽 我沒有選填泰安 是我的錯 那唯有 今個星期六 再選那些馬給大家 大家希望 今次選的場次 分別就是第三場 第四場 還有第六場 今天先來頭關 第三場 今天 跑這個五班的千四米 那 選了四號 有人有福造膽 湯五號 景峻天下 十號全程很通的 那這幾隻馬 本身其實 我都是在 另外一個節目 選了那些馬 那 因為其他場次有很多關 其實我真的不太選得下手那些馬 那 所以變相我又會覺得 這個四號有人有福 就選了做膽 因為 始終他的跑法 比較主動 可以放頭走 上次拿去泥地跑都能夠近 不過我覺得應該都 即跑得近 其實狀態幾fit 那 景峻天下也都 沒有得不要的 那所以變相 我都會覺得 這隻景峻天下 我都會要的 那另外就是 全程老通了 那我在另外一個節目也有說 難得 今次抽完二檔 找霍雲星下去 和他跑 霍雲星跑了兩局 近期 上場的第五 我都叫做可以 那所以我 想繼續搏這隻全程老通 抽完這個二檔 那可能等前走好呢 是不是 因為其他馬 我不是很選擇得上手的那些馬 即馬上王美麗多贏這些馬 真的不是下不下班的問題 二是本身這隻馬 都完全是沒有方沒有性 你下班都不覺得你會跑得好 反而大雄心 有機會真的 這局會爆 那但是 唉 那麼多隻 選得哪隻 那所以變相我就沒有要到大雄心 反而要了這隻全程老通 但如果大家對的 真的記得 這隻大雄心絕對要選 那如果 即是大家看了頭兩場 可能可以偏後追少少少的話 那我會覺得 即是美麗新星啊 甚或乎開心在來這些馬 都不妨拖了 即是要 即是要 如果想對的話 那但是因為我覺得 賠率上 個人意上的配合 蔡翰其實 星期六手馬就 全手來的了 差在 哪幾場跟你組的 那所以變相 美麗新星你要拖也無妨的 那但是你說給我 那我就沒有要到 那反而我就要了 全程老通 那 有人有福 我就預計他應該可以自己在前面走的 驚將天下呢 如果看回他上次跑快 其實不一定要自己放 守好位都可以 那麼他希望的守好位 反而你說什麼 勁得如請讓路這些 不會要 請讓路我真的覺得 上一次 第十 令到我對這隻馬有點卻補 所以我也不會選他 反而怪獸好合 那些 我覺得真的 分量減得快 但是這隻馬真的不行 是 好像不懂得跑 那樣 新溫王就 轉了去黎超星 就 小幼那些轉去黎超星馬房 搞了那麼久 都未得那些馬 平時不會 就是他其他馬 比較早些可以有表現 這隻馬 搞來搞去都沒有表現 那變相我都會放低了 先 等他有些跑接近的表現 才再想 是 因為這個馬房 好開的那些我會繼續好 那所以變相近期都不覺得他 那些什麼 表現著我都會放低 那所以變相 那這場做了 四號有人有福做膽 都不要競盡天下 和受好全程路通的 然後來到第二關了 第四場 那 跑這個三班千二米 那 要約一號金池做膽 拖二號中環萬里 初海泉時光的 那這一場 又是我另外的節目有講的 今池就一定是鐵膽來的了 那 但是中環萬里我自己也有講的 有時候呢 容天鵬呢 那些初出馬 有這些倍率呢 就是值得博的了 那所以 再加上我今次選這個組合呢 就是 三個一起 用蔡蓉羅 對啦 師傅兩個徒弟 師兄師弟 一齊下來 開船時光 其實我就 因為他健康問題 我就不太喜歡的 但是好就好 在他上次回來的第三 告訴你OK 你看他神操的人 有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 不是轉騎師 找回熟手 幾乎蔡明小姐下去跑呢 那 起碼我信心上 我會大一點 是的 那我純粹因為 相信這一三個 連馬師的組合呢 再加上一些馬 中環萬里奧 我就搏的 搏的原因是搏的 搏的初出 這個馬防初出呢 今季的馬成績是不錯 而且 有時候第一波呢 真是有賠率回報給你的 那你見過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零例標區那些 第一場百幾倍 跑第四 那這就已經是了 那但是這場呢 不是百幾倍 是三十幾倍 就是已經是有飛的 對我來說 那所以中環萬里奧 都會 那 最重要就是今次 上次其實輕輕 都不是怎樣跟你踩油 很認真跟你困過一局 那已經輕輕推送 就回到來 那我覺得一定是還有得上 那六檔對他來說 不會太大影響的 他擺前些就可以 擺中間的就可以 那反而我就擔心 歐洲傳奇呢 這個九檔他會怎樣跑 那的而且確 我在另外節目也有說就是 上次因為抽過二檔 那沿途施在那個位置 那試一下篩出來跑是ok的 那但是今次九檔 是否真正要買下去 是否真的那麼好呢 反而你說如果再選擇 我應該要10號 暴力如鋒 因為我也是覺得 在這個馬房 那麼早有表現的馬 不應該 就是會停留在這裡 應該會有得上 所以我覺得 這隻暴力如鋒都不錯 反而上跑得就不太行 這隻錯錯馬 我會覺得 那所以變相 這隻錯馬你說是很難選 又不是 但是你說 陪旅是否會佛味呢 那看大家怎樣選擇這腳 那我就選了一隻 馬王飛的膽 那我找些爛的腳來撞一下他 那所以變相 今場就會要了一號金池做膽 拖二號中環萬里 初號開旋時光 那來到尾關了 那第六場 那跑這個四班的千八米 那要了十二號帝豪大師做膽 拖五號金得二 秋興高采烈 那首先我不太說膽 金得二說真的 我都很拼命的了 那但是 這個馬房 難得你的側身馬 今季這麼快有水準交出來 布文又騎過幾次 又熟 那所以我會覺得 這一隻金得二呢 今次應該都要 有表現的了 那所以變相 布文十二當 雖然做大二門 那我做腳拖他 不要膽 那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 大家不對的 那可以飛掉他的 因為我都 其實我都不是說 太有信心 選擇他做膽 但是反而你說 做腳拖著他 又沒有放 因為我反過來 用帝豪大師做膽 帝豪大師 配潘明輝今季 就相當之準成的 你都不用管他 跑什麼路程 谷草沙田 什麼路程的了 總之潘明輝騎上去 怎麼都有頭四名 給你看一下東西 怎麼都有些東西看的 還有這次是要抽一檔 當然是否會抽一檔一定好呢 對他 未必一定是 但我好像相信 潘明輝這隻賣 一定是有不錯的表現 交出來 那我就會讓他做膽 反而三號気勝威龍 抽這個六檔 就算潘頓跑也好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真的搬著搬著搬著搬 蔡明兆拍这些姜口马前一次跑到1600米回来不错 1800米他赢过的之前在苏保罗里 所以变相今次就算跑1800米有个三档 蔡明兆这马其实的状态都能保持得到 那我都会要买 那你说大灯店专张马房第一铺呢 那看你们有没有缘分 是的这些马就 那你说另外还有什么马可以说呢 追风企足是不错的 那但是要有得追 因为这个档位本身一定是留得比较厚一点 再加上 那这马一般都是偏被动一点 那所以一定要靠追 那所以变成1-2号追风企足 又要看看到时跑到形勢 对不合适合被他追了 那1-8号船风还不可以的 那再加上田汤 好像这么重磅都比较多 4磅一点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 金像非凡呢 就是看步速形勢 愈无意欲他应该会放头走的 那但是近几次其实都已经有这样做到 但是都不是好放到回来 好像都有一些散散的 团团的 可能季初可能迫得太多 这段时间都要回下气 所以变成1-8号飞凡 今次我都选择放下了他 没要到 那机械战士那些 我觉得近期跑得一般的 状态上我都可以一般的 反而全赛就 其实看到时他会怎么跑 何明年期的马都 最近跑两次都不是特别差的 那但是因为14代 你都要迫在后面 跟你冲一段的了 但是如果步速不快 会不会其实反过 这个马房很流行的 突然间那些马车去放头 客人都害怕不知道的 所以变成13号全赛 难本来计算的话 都可以选择来博一下 但我今场的推荐呢 就会是 12号帝豪大师做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条影片的内容的话 可以按一按subscribe这个按钮 然后可以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们的资讯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的话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们见到就会立即回覆你了 多谢大家